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念这家阿弥陀佛还是迷惑点头 迷信 阿弥陀佛是什么 不知道 那就是阿弥陀佛 我家的功力佛像当中就是阿弥陀佛 他就指这个 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 阿弥陀佛是自信啊 是自己的本性啊 是自己本性里面所居住的亲近平人学 那了解的时候 他念的时候就相应 就跟密宗那个方法一样 叫三迷相应 手接手印 手印就是我们现在叫手语 那口持重 心里面观想 那通通相应 这才行 我们念里面阿弥陀佛也是一样啊 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后长念也行 供应 恰着念珠念也行 念珠拿在手上不恰也行 为什么 提醒自己 念珠不恰提醒自己 这个就等于 手印嘛 等于接印嘛 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离口 就像持咒一样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或者心里头 口验佛 心里头有佛 就是有阿弥陀佛 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自信 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亲近平人学 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大圆满 这不就有两样啊 一桩事情嘛 比这个密教还简单 还方便 阿弥陀佛密教里的规矩很多 这个没有 全给你放松了 所以你要慧念 真的 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 这一句阿弥陀佛 大臣小臣 闲教 密教 宗门 教下 全都 都包括了 你是这个法门都殊胜 这个法门 都为命 那一切法门 都可以 一切法门 这一切法门 那一切法门 都可以 得知 走